欢迎来到赵女说事 这些年来困扰年轻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房价太高 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动辄十几万一平 刚毕业的年轻人拿着三五千块钱 就算是过万的月薪吧 那真是忘楼兴探了 然而各大城市的房地产销售也一直是非常火爆的 所以我们不由得一律大家的钱从哪来的 从哪来的呢 别忘了有专家就跟我们的年轻人建议 你自己是没钱 但你有六个钱包啊 你有爸爸妈妈 你有祖父母外祖父母 这六位老人人家家底儿泼风啊 人家干了一辈子工作攒了很多钱啊 当你需要买房的时候 你这六个钱包就可以给你供应钱了呀 也确实啊 这么高的房价 说实话 我真是不相信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 可以全凭自己的积蓄去买房 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讲 大家都算明白这样了 因为房价一直在上涨 所以在买房这个问题上 他不叫啃老 什么叫啃老呢 你用父母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 买一辆汽车 买个新款手机 买个名牌包包 这个叫消费 这个叫啃老 可是你用父母的钱去买房 你买到房子之后 每隔几年房价就涨了很多 你是在帮助父母抵御通货膨胀 你是在帮助父母投资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六个钱包 涌入到了房地产市场中 这也使得房价永远的高涨不跌 那么全世界都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我们举个例子啊 荷兰 荷兰是一个有遗产税的国家 父母的遗产子女继承是要交钱的 而且我们跟大家科普一下 一个国家只要有遗产税 就必然有赠予税 原因很简单 如果只有遗产税 没有赠予税 那么父母生前把这个遗产 赠送给子女就得了 就可以完美的逃过遗产税 所以荷兰有遗产税 荷兰就有赠予税 赠予税就规定啊 哪怕是父母给子女钱 对不起 你也得交税 也就是说 荷兰的六个钱包 如果要帮子女买房 也得额外交笔税 这样倒是抑制了 六个钱包的涌入市场 当然荷兰人也考虑到 说年轻人一毕业就买房 确实有困难 因此前几年啊 荷兰通过了一个法律 父母资助子女买房的时候呢 最高可以享有 十万欧元的免税额度 什么意思 子女要买个房啊 父母你可以赠给他 不超过十万欧元 在这以内呢 是免税的 都可以给到子女 如果超过十万欧元 对不起 你就得上税了 荷兰人当时考虑到 哎呀这个年轻人买房不容易 背那么大的房贷 压制才大 所以给予一定的免费额度 让父母资助年轻人一下 这个政策几年下来 实行了怎么样呢 很多荷兰人非常反对 因为一方面 低收入荷兰人 手里没有余钱 没法给到子女 这个政策对他们来讲没用 而另一方面 很多人发现啊 这个政策本来是想 减少荷兰人房贷的 结果由于有了父母的支持呢 很多荷兰年轻人买了更大的房子 更多的资金涌入到了荷兰房地产市场中 还推高了荷兰的房价 所以啊 有人就提出建议 应当赶快修改这个法律 不允许父母把钱免费的给到子女 这会推高房地产的价格 也就是说 未来很有可能 荷兰的父母帮子女买房的时候 你还得交很大一笔赠予税 这样很多父母就要掂量掂量了 要不要给子女这个钱 还是让他自己奋斗算了 我们知道啊 当一个市场一旦形成惯性之后 大量的资金会涌入进来 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让房价降下来 就必须斩断资金的涌入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我国年轻人想用六个钱包买房 也会受到阻挠呢